在高雄有33年历史的二轮电影院 和春影城15号晚间正式熄灯 为了让老影迷们能好好说再见 已成办了席别音乐会 吸引了好多人参加 有妈妈说她在和春影城 看了快30年的电影真的很舍不得 就连年轻的夫妻也刻意买了 午夜场的电影票 要和和春戏院一起度过最后一晚 和春影城尊重再见 这一刻起陪着许多哥 和小孩一起长大的和春影城 正式跟观众说再见 老一鸣的泪再也守不住 我很喜欢整天的环境 所以我变成我跟我先生一起来 那今天看到这个我看你眼光红了耶 有人用眼泪跟和春影城说再见 有人则选择和另外一半 来看午夜场电影 要陪和春度过最后一夜 走过33个年头 和春影城有着许多人 家庭 学生 童年回忆 如今正式告别 业者办音乐会跟老一鸣说再见 最后一夜这四个字的歌词 成了最强催泪机 而跟老一鸣一样不舍得 还有把和春影城当成孩子的老板夫妇 要说再见 哪那么容易 这一夜和春影城大厅上映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有最美好的姿态 这一夜和春影城大厅上映着属于自己的老板夫妇